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姐 我现在呢 已经到酒店check in了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消息呢 是不是在灯红酒绿啊 我一个人在这寒闯苦毒 你们却在外面灯红酒绿 合适吗 宝宝心里好酷啊 姐 我又一个吗 真是的 好好的一个比赛 让他们弄得乌烟瘴气的 姐 我现在呢 已经到酒店check in了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消息呢 是不是在灯红酒绿啊 我一个人在这寒闯苦毒 你们却在外面灯红酒绿 合适吗 宝宝心里好酷 姐 我又一个吗 怎么办啊 要不要告诉依依啊 你还是别告诉他了 现在子风家肯定炸了锅 就算一红知道了 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说不定 还会影响他明天的考试呢 可是如果现在不告诉他 将来他知道了一定会气炸的 少康说得对 先不要去干扰他的情绪 等考完再说 梁建林 我正要找你 你把冷子风的学期给开除了 在学校里 我不要看到这样的学生 我就叫你开除你听到没 哪有那么多理由啊 你干吗 梁建林 我是李华 刚才我先生跟你说的 我都是开玩笑的 不要当真啊 我在处理事情 你干吗 赵振宇 你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吧 你跟杨大哥之间有旧恨 可冷子风是无辜的 杨颜和冷子风 谎暴身份 在我眼皮子底下招咬撞骗 死亡华尔兹如果不是杨颜教的 你认为 冷子风为什么会啊 姨父 我可以保证 冷子风真的不知道 关于杨颜的事 如果杨颜存心要隐瞒 冷子风不会倒进了振宇学院 还只是一张白纸的程度 他也不用骗他爸 自己在泰国练权 听到了吧 你跟杨大哥之间有心结 你就自己去化解 怪罪到年轻人身上 实在是说不过去 杨颜到死 都不想跟我化解心线 他做得那么绝 偏什么说我无情 杨颜大哥过世了 我等了二十年 也等不到一个答案 他要我恨他 我就恨他一辈子 那你就更不应该 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了 你身为校长 身为指导者 你的学生正在遭遇变故 他在承受巨大的痛苦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 把痛苦和遗憾 留在我们这一辈 就够了 二十年前的事 不管是谁 都不应该再提起 冷子方是走是流 决定权在他的手上 我们谁都没有权力 去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 我可以答应你 不开除他的学习 我也可以不提二十年前的事情 但我不可能再继续知道他 你怎么办 龙子峰怎么办 还有依依